胡人真的会炒掉沃顿吗 北京时间1月26日 据著名NBA记者 布莱恩温德霍斯特和迈克木兰透露 厄布朗詹姆斯身边的人希望 胡人对换掉主帅卢克沃顿 本赛季开始之后 沃顿的帅位问题 一直是外界讨论的焦点 近日 两位著名NBA记者布莱恩温德霍 斯特和迈克木兰在节目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胡人对内现在 有许多紧张的关系 我认为即使珍妮巴斯最近公开说 我希望卢 克在这里 我100%支持他 但是他也说了 关于胡人主帅位置 的问题 都将由魔术师来决定 如果魔术师有不同的意见 珍妮会受 与魔术师做出决定的权利 在我看来 有一点很清楚 布莱恩温德 霍斯特 你也可能有所耳闻 勒布朗的团队更倾向于换掉沃顿 勒布朗已经一个月没有公开说过话了 温德霍斯特说道 不只是勒布朗 还有勒布朗周围所有的人 而且他们已经很明确 这个观点了 我不认为这会让人感到惊讶 不是吗 迈克木兰说道 确实可以这么说 确实可以这么说 温德霍斯特接着说道 事实上 珍妮巴斯在近日接受扎克罗维的专访时的确谈到 沃顿的帅位 他表示胡人队上下所有人都100%支持沃顿 但是 当被问到沃顿的帅位是否100%稳固时 珍妮当时的回答是 这 各问题应该问魔术师 罗森声明 新浪网独家稿件 魏京 授权禁止